《易经》中所有的光都是由两个符号组成的 一个叫阳阳,一个叫阴阳 天底下的变化就是一个阴一个阳 那么什么是阴,什么是阳呢? 阴阳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又为什么说阴阳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的基本元素呢? 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 第二集 何为阴阳? 《易经》中有64卦象 而这些看似复杂的卦象 其实只包含着两个符号 一个是阴,一个是阳 曾世强教授在上一讲中说到 福西八卦图告诉了我们一个宇宙最基本的秘密 阴阳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基本的元素 天底下的变化就是一个阴一个阳 那么什么是阴,什么是阳呢? 白天是阳,晚上是阴 天是阳,地是阴 发毛指是阳 那阴呢,四个手指头就叫阴 阴阳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它才有生命 为什么说中国人是阴阳合一的 又怎么能够证明 阴阳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的基本元素呢? 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一起来探索 《易经的奥秘》 第二集 何为阴阳 现在要讲什么叫阴阳 我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 晴天算不算阳 哦,大太阳 阳光很明媚 那一定是阳 它吃太阳你自然就感觉到 哇,心情很愉快 做事情就很奋发 它阳本来就是向外扩张的 它不是向内收缩的 它不是 你看一热起来 大家都是往外去伸张 想多得到一点冷空气 可是阴天下雨的时候 大家就说了 就开始说起来 这样才不会受寒 所以一望外张 你知道这是阳 一向内收缩 你知道是阴 慢慢的我们就把太阳叫做阳 把月亮叫做阴 所以你要看什么时候月亮圆 什么月亮缺 你要看阴历 你不能看阳历 阳历对不准 阴历十五 月一定很圆 一年有十二个十五 十二个月里面哪个月亮最亮 哪一个月 八月十五 月亮很亮的时候 就有点阳的味道 所以那天晚上大家就很不安宁 所以我们才说 这天是中秋节 大家吃月饼 人要一家和那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措施 因为月亮 它会引动潮水 它还会牵动我们人的感情 它会 我想我们中国人 像自然学习的东西 太多太多了 白天是阳 晚上是阴 所以一个人 白天你要精神好 要阳气足 你才能够做事情 到了晚上 你慢慢要晕起来 要让它冷静 然后才可以好睡觉 天是阳 地是阴 有没有人会颠倒呢 大概不会吧 人活着 叫做我还在阳间 人死了 对不起 已经归阴了 就叫归阴了 有没有人死了 说它归阳了 有没有归阳了 那到哪里去呢 死了就归阴嘛 就很自然的现象了 活着就是阳气要足 好 我们看完外面 再看看里面 那就更有趣的 你把手伸出来 我问你哪个是阳 哪个是阴 手心是阳还是阴 手心是阳 没有人手心是阴的 手背才是阴 手心 手背 都是肉 都是肉 就表示它归一 你说我不要手背 那手心也没用 不要手心 手背也没用 它阴阳是不能开的 那我们打手心 有没有人说打手背 来 把手背给我打 那很残酷 打手心 是爱护它 打手背 是折磨它 你看不一样 手背打起来很痛嘛 手心它肉比较多嘛 而且它是动得快嘛 小孩就要打 你生回来了 这个它弯不了 前面活动性比较大的叫阳 这活动性比较 不厉害的 缓慢的 就叫阴 因为像这个人很奇怪 人的脸如果朝这边的话 你那个活动面一定朝这边 没有人说我手心动不了 我手背很厉害 那你手背 你要只有抓自己的鼻子嘛 你还能拿东西吗 这非常好的配合 那这两手 哪一手是阴 哪一手是阳 你不一样是手 怎么忽然间又变成有阴有阳 很简单 你常用右手的 右手就是阳 比较笨拙的 这手就是阴 我是用左手的 那我左手就是阳 这边就是阴 它是相对的 还有更妙的 大拇指是什么 是阳还是阴 大拇指是阳 那阴呢 四个手指头就叫阴 你慢慢又体会到 哦 原来阳就是基数 阴就是藕树 反而是天底下的树 成酸成对的 藕树的都叫阴 单一的都叫阳 一三五七九都叫阳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头是阳 脚是阴 因为头只有一个 它是基数 所以叫阳 脚有两只 偶数就叫阴 你慢慢听到现在 你就发现 一切都是向自然去学习 我们不再做人为的操作 我们很少 大家有空 常做这样的动作 对你身体非常好 非常好 因为它会使你的 全身的经络 都带动起来 大自然包容万象 千奇百怪 如果进行分类的话 将是一个 看不到头的天文数字 但是一经却只用了 阴阳两个元素 就包含了宇宙的万事万物 人类是自然之子 我们想要了解自然 了解人类自己 可以从了解阴阳开始 那么阴阳之间 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阴阳它不当是相对的 它不但会变动 而且它是不可分割的 这一点是非常难理解 经常会忘记 但是你都在用 因为我们受了太多的 现代的教育 都说一切要分得清清楚楚 阴阳自然怎么分得清楚 我问你 你怎么分得清楚 白天跟晚上 你分得清楚吗 你根本分不清楚 白天白天突然间晚了 黑夜黑夜 突然间天亮了 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说像开店一样 开了关了 没有 今天亮得晚 明天亮得早 它每天多少一点不一样 一切一切 一切一切 它是分不开的 这个是发芽 这个是叶子 哪个是阳 哪个是阴 发芽是阳 因为它不断地在成长 这个就叶子 这个就变阴 所以要摘 摘叶子 不要摘芽 摘芽是不人道的 叶子你采几个没关系 也许回去还可以 还可以替我介绍给别人 那你说你这不对啊 你怎么把这个芽摘下来呢 没有啊 我们讲易经的人 不能违反自然 这颗是假的 这颗才是真的 你真的芽我就不能采了 一摘就是违反自然 它假的芽 做得很像而已 所以有真就有假 有假必有真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就是阴阳 所以当一个人太强调说 我就是千真万学的 就是告诉你 不一定是真的 你这样就很清楚了 要不然他干嘛 意在保证 干嘛意在保证 凡是越强调的 就是你内心越虚 你才会讲 否则你根本不用讲 一个很守信用的人 不会讲说 我是小信用的人 他不会讲 因为这对他来讲 已经很习惯了 他就是这里骗 哪里骗 都不信用 怕你一眼看穿 他是骗子 我从来不骗人 就是常常骗人 他这阴阳是合一的 你学了一经 大概不太会上当 就是你两边会坚固 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一 是基数 是羊 但是只有几个节 两个节 是不是两个节 叫做羊中有阴 这是偶数 都是三节 阴的防御有三节 阴的只有两节 这很奇怪 所以你以后看到这个 你知道这是羊 因为它是基数 但是这里有两节 叫做阳中有阴 第三个 他切不开了 你说我只要大拇指 我不要去两节 那大拇指永远这样 走路也这样 晚上睡觉也这样 所以人要刚柔并济 你不能干到底 你才刚得起来 你有柔才会刚 没有柔你就刚不了 你根本就刚不了 这是偶数 它是阴 但它每一个手指 都是三个节 叫做阴中有阳 你在看这个很妙 只有一个大拇指 只有四个手指头 但是它们功能是一半一半 你如果大拇指没有了 你要骑摩托车 那就很难 你怎么发动 你怎么发动 你这样怎么发动 你看猴子不如人灵观 就是他的手不灵活 所以有时间多做这个动作 你全身就活落起来 什么末梢神经 反正你讲得出来的 他通通给你搞出来 你只要顺负自然 你不必那么操心 不必那么忙碌 你身心都很健康 你可以过很好日子 这才叫易经 它都在你的手掌当中 如果还想进一步 那就更妙了 你算算这有几个节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十一个 十二 十三 十四个 这时候也十四个 十四加十四 二十八个 天上有二十八个心术 都在你掌握之中 所以天下大师 秀才不出门 他都知道 就是稍微算一算 叫做秀李乾坤 这一点不稀奇的 只是没有把那个道理说出来 你会觉得很神奇 把道理一说出来 你觉得这个很简单吗 所以要学易经 你可以什么都可以学 但是先学道理 你把道理搞通了 你就不会走火入魔了 你就不会被人家欺骗了 你就不会上当吃亏了 由于易经人自远苦 又是以这些虽然简单 却很难记得符号组成 所以大多数人都很难读懂易经 而某些略知一二的人 则利用易经去算命 其实只要我们懂得了易经的道理 易经将不再神秘 我们的人生也将更加智慧 读易经读出很多君子 读易经同样读出很多小人 而且小人很奇怪 他阴中有阳 他活跃得更厉害 你一定要提防 所以我们一方面告诉你 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也是阴阳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中国人讲话经常是阴阳同时讲的 中国人是全世界唯一的 同时讲两句话的人 这句话叫做阳 以后听得见了 这句话叫做阴 我们同时讲两句话 不予成败论英雄 这里是什么 成者为王 败者为空 看看你不予成败论英雄试试看 看谁厉害 这句话告诉你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这句话说 人心不同 各如其面 最妙的就是 履烂为先 当人不烂 这是最厉害 那你说到底要不要烂 只有一个答案 看着办 你懂得已经你完全了解中国人 到今天没有改变 尽管我们今天讲了很多西方的话 讲了很多现在自以为是的话 都没有用 因为这个是不会改变的 这已经变成我们血液里面的东西 叫做我们生命当中的基因 你完全了解 中文它是阴阳合一的 它是阴阳合一 阴阳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观念 但是它实在是 内涵太多 不容易完全去体会 因此呢 我们首先也提出三个重点 请大家参考 第一个重点 阴阳是相对的 如果没有相对 你就不知道哪个是阴哪个是阳 头是阴是阳 要看你怎么说 头跟脚相对 那头就是阳 脚就是阴 有相对才有阴阳 不是绝对的说这个一定是阴 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它阴阳会变动 阴的会变阳 阳的会变阴 所以为什么这个阴那么重要 阴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久久还是要归一 你再怎么长久去改变最后还是归一的 阴就是原点 阴阳它是相对的 阴阳它是相对的 它会变动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它是分不开的 有阴就有阳 跑不掉 叫做合一 这个对我们中国人影响太大 你看我们中国人想的事情 都是合起来想 我们很少像西方那样分开来看 我们很少 尤其是分科教育 越分越碎 分到最后支离破碎 只有知识 而伤识了智慧 所以我们现在口口声声要科技整合 科技整合始终做不出来 就是分科以后 分得出去收不回来 这一分了以后 你就很麻烦了 你去看医生 他问你你挂什么科 糟糕了 我一部医生 我怎么挂什么科 然后治了半天才说 你搞错了 你应该看经理才对 中国人没有 中国人就是找医生 他通才 他会告诉你 你这是哪里引起来的 因为全身是一个整体系统 不可分割的 而且更妙的就是我们会针灸 我在英国的时候 很多英国同学一听到针灸 他就害怕 怎么拿针往身上乱插呢 那有些医生他就跟我讲 他说那个针灸是没有道理的 我说为什么没有道理 他说你针血管 那血不流出来吗 我说我们不会针血管 那针骨头根本针不进去 那是会针骨头呢 针灸有什么意思呢 我说我们这些都不针 我们针灸一种你们不懂的东西 叫针灸 他一听针灸他是傻掉了 因为你全身解破找不到针灸 针灸是你活着的时候才有 你一死他气门闭了 针灸就没有了 所以有阳就有阴 有虚就有实 有看得见的就有看不见的 有摸得着的就摸不着的 你看天上的飞机 他能随便飞吗 那怎么可以 他有航道 可是你去看寒道在哪里 汽车的轨道我看得到 寒道看得到 寒道是飞机飞的时候 他就有航道 飞机不飞了 他寒道就不见了 那就是天上的经络 不要相信一句话说 我亲眼看到我才相信 因为我们都知道 眼睛所看得非常非常有限 非常非常有限 西方先进发达的科学技术 在带动经济迅猛发展了几百年之后 遇到了环境污染 经济危机等许多挤不开的难题 于是很多西方学者开始提出 要学习东方古老的智慧 这是一个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图 那么这张图代表了什么意思 又蕴含着哪些中国古老的智慧呢 复虚是他看看天 看看自己 看看四方八面 他是不是悟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这个图叫什么图 你叫他太极图 好像也对也不对 你叫他两一图 又好像也对也不对 这个图是后代的人 用心去体会呼吸八卦 然后他把它画出来 告诉我们几件事情 一个它是圆的 为什么不搞成荒的呢 为什么这图要搞成圆的不搞成荒的 因为圆的东西 它容易变动 你看所有的车轮都是圆的 你说不行 我这部车子比较特别 我的轮子就是要方的 那你就开不动 你开不动我开 第二个呢 宇宙一切一切都要求圆满 不要去伤害别人 你看圆的东西最不容易伤害别人 一个有灵有脚的人 经常跟人家吵架 说一定要圆 可是圆不是圆滑 我们现在一想到圆 就想到圆滑就完蛋 绝对不可以圆滑 但是一定要圆通 同时他又告诉我们 世界上不可能圆阳 也不可能圆阴 不可能 因为孤阴不生 独阳不长 世界上只有男人 人类也毁灭了 世界上只有女人 人类也不见了 你要生生不息 他必定要阴阳互动 所以一句话 有好人就一定有坏人 你千万不要饥饿如仇 坏人是杀不死的 好人也死不光 你放心 他永远有好人 他永远有坏人 你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 你不能要求太理想 你不能完全走实际的路 慢慢大家会发现 杨它是代表一种理想 人生一定要有理想 但是因就是脚踏实地 你一定要一步一步的 去把它兑现 去把它实践出来 大家听到现在 你会发现 天底下的变化 就是一个阴一个阳 但是这一个阴一个阳 就是一个 所以我现在问你 阴阳是一还是二 阴阳到底是一还是二 这是非常有趣的 说一也不对 说二也不对 都不对 这个答案是中国人很能接受 但是外国人很排斥的 叫做一一一二 也是一也是二 因为他一分为二 一定要二合为一 现在的欠缺是一分为二以后 他不知道回一步 他不知道回一步 一在先 二在后 你看你走路 你是两只脚一直跳出去 那不跟僵尸一样 对不对 因 因 因 僵尸归因了 人活着当然一直推一直推 阳阳阳阳 是不是这样我问你 阳在先 阴在后 但这句话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是男尊礼卑 重男尽礼 在《易经》的阴阳学说中 天是阳 地是阴 男人是阳 女人是阴 而在八卦图中 纯阳卦在上 纯阴卦在下 于是就有人说 这标志着男尊女卑 其实 这是对阴阳学说的错误理解 那么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什么呢 你看天高高在上 地地地在下 就不能是事实 但是天就比地尊贵吗 有吗 你没有地有天有什么用 那没有天有地有什么用 它是相对的 它是不能和 不能离开的 为什么月球上面没有人 为什么地球上面有人 什么道理 地球最大的功能 就是我们这块土地 它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天牢牢的拉住 你不要给我跑掉 因为你是我的丈夫 你跑掉我怎么办 可这门课没有修啊 你看学校从小学到大学 到博士班 都没有想这样这门课 地靠什么去拉住天 就靠地心引力而已 他不说话 所以你看妈妈就是地 他不说话 爸爸都听他的 你一说话 爸爸就不怀感 你说那么多 你不说我都听你了 很奇怪 因为大地他不说话 结果老天都听他的 就是他懂得把天捧得高高的 你是天 你是我的夫君 他就做牛做马 女性同胞懂得意境 你就知道把男人哄一哄 捧得高高的 他一辈子为你做牛做马 但这门询问 我们都识传了 合一的意思 就是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他才有圣命 完全是阳没有用 所以一个人你看脾气很阴 阴到底最后是气死了 你还能做什么 你不能做什么 这样各位才知道 我们中文练身体很少像西方 练到有肌肉的 我们很少 中文练就是练内脏 要让他健康 外面无所谷 叫做外柔内脏 各被伸出来 这边是阳 这边是阴 所以你把自己 敲自己 这边敲得重一点 这边你千万不死尽 一死尽 维学观就出血了 对不对 这样这些道理都是很自然的 它有阳必有阴 不可能两边都阳 两边都阳就弯不进来了 所以中国人学了很多 就是隔背 无论如何 要向内弯 你隔背向外弯试试看 就断了 它是一体两面 如如一随身 《易经》中的六十四卦 就是阴阳两个符号的排列组合 但是这两个非常简单的符号 却组合出了这么多卦象 我们学习《易经》时 最大的困惑 就是记不住这些卦 也不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组合 那么学习《易经》时 是不是一定要背住这些卦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来读懂《易经》呢 因为我学《易经》比较晚 我不像很多人 十几岁就开始学习《易经》 所以我不太主张用背 人家问我为什么不背 我说那背错了人犯 记错了人犯 那不糟糕了 这个老奸现在又记得太多东西 你整天背那个 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 因为它是宝典 宝典就是让你查的嘛 你要用去查就好了 干嘛放在脑袋里面干什么 可是你不背不背酒了以后 你就记住了 那记住多少算多少才叫自然 我们中文常讲一回生两回熟 你不用背 你根本不用背 你只要记住它的道理 你自然会画得出来 我们会有一次让大家自己来画八卦图 不用背 你画就是八卦图 下面我们先看这个表 这是太极生两鱼 两鱼生四相 四相生八卦 你看太极 这四个字非常重要 叫做一阴一阳 就是也是阴也是阳 也有阴也有阳 记住一句话 阴阳永远分不开 一分开就麻烦了 你看一画开天 天里面有阴有阳 这边有阳 这边就有阴 我先说一句话 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 这个就叫中 上面就叫华 我们为什么叫中华 我们为什么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变了变去 离不开太极 你怎么变都可以 就是太极不能变 中 就是你要守住中道 中国人不管你长成什么样子 肤色什么 什么血统 我们都不管 我们只在乎你脑海里面 有没有这个中子 有没有这个中子 只要没有这个中子 你长得再像中国人 我们说这个人根本不是中国人 因为他老间已经没有中了 河南能到现在说中不中 中就可以了 他是最了解中华文化的 然后你上出去 你不管到天涯海角 你到哪里穿什么衣服 过什么日子都不在乎 我们只在乎 你脑海里面 有没有疫情这套系统 所以很多人说 叫中国是因为我们在全世界的中间 因为我们很自大 不会那样 那不可能 因为我们都知道地球是圆 哪里是中心 谁也不知道哪里是中心 不要用字面上去解释 那中是什么 这句话我们要好好讲 中国人之所以叫中国 就是因为他一定要中 而中就是太极 太极是什么 太极是万事万物的总源头 孔子有一次讲说 无道一以贯之 大家都很熟悉 无道一以贯之 那个一是什么 就是太极 我所讲的道理 通通是太极这个系统 一路讲下来的 对于孔子所说的 无道一以贯之 这句话 许多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 而曾世强教授认为 这个一就是太极 那么这个解释 有什么根据吗 而太极和阴阳又有什么关系呢 孔子的一贯之道 就是中 就是人 就是太极 发出去可以讲中数 什么讲一大堆都可以 收回来就是一个人子 人 其实人就是阴阳 这边人片是阳 这边两化是阴 最古老的人字 是一束两痕 就是一阳以阴 这是人的古字 它没有这一撇 这边就是阳 这边就是阴 写的时候你看 把阴写到这边来 叫做女 把阳写到那边去 叫做子 一阴一阳 就是男女好和 其实很多字 它都跟阴阳是有相关的 两性和和就叫人 所以人是做人的基础 你去做很清楚 这句话就是说 人开始有两个的时候 问题就出来了 只有一个人 那你骂谁 也没人好骂 只好去工作 只好自谋生活 有的两个就开始骂了 怎么不提谁呢 我昨天提的 今天跟你提的 你就争吵了 所以从两个人怎么处得好 怎么和谐 这就出发点就出来了 因此我们把它最后归根到夫妇 这个大家好好去想一下 不是从父子开始 是从夫妇开始 夫妇处不好 其他都很难相处 你看全家人睡觉的时候 你去查一查 全家人 彼此之间都有血统关系 只有睡在你旁边那个人 没有血统关系 其他人不是父子 就是父女 就是兄弟 就是母女 有血统关系比较放心 不行 有血统关系 你最大关系 我最大关系 我专挑一个 跟我没有血统关系 住在一起 没有没有 就告诉你 如果连这个 跟你血统不一样的人 你都能够相处得好的话 你整个家就齐了 就齐了 一样一样 就叫人 就叫中 就叫太极 大家发现一个果人 他栽进去以后 他就会发芽 他就会又长出一个很茂盛的树来 就靠那个人而已 人是最核心的东西 天地万物 都有人 这些道理 我们慢慢都会把它分析出来 一切一切 都是太极 所以我们下一讲次 就要讲 为什么叫太极 你总是讲的道理来 谢谢大家 据现代科学考证 地球是在宇宙大爆炸时诞生的 而七千多年前的福西 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 它一化开天 代表宇宙中的一切 都是从一个整体中生发出来的 这个图是后人 根据福西的阴阳八卦画出来的 它既被称为阴阳图 也被称为太极图 那么太极这个词 是从何而来的呢 是孔子说出来的 太极这两个字 又是什么意思呢 奇大万元 奇小雷 这个神秘的太极 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太极就是宇宙 广不广相 共同的基因 那么福西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的 他又用了什么方法 把这个秘密记录下来 而太极的概念 对于我们现代人 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 曾世强教授 一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